我是這次歌劇的合唱指導林慧芬 主要就是指導歌劇裡面 合唱團團員的演唱的一切表演內容 慧姑娘如果要用一個詞來形容她的話 我會用驚奇 因為她這個作品裡面 到處都會充滿了驚喜 然後你會覺得哇好神奇喔怎麼會這樣子 包括劇情跟音樂都非常貼切 可是呢又不是你能夠猜想得到的發展的狀態 我是擔任陳子的角色 看到這個王子都這樣鬱悶 然後沒什麼興趣的時候 我們就要負責去鬥樂她 然後要想盡辦法去讓她參與這個選妃的活動 我是主要在第一幕的仆人的角色 祭母就是對我們仆人是多麼的惡毒 然後我們要一直要表現出來 我們非常不想要跟祭母在一起 遇到祭母就要落橫而逃這種緊張的感覺 這部歌劇其實她的音樂非常的多元化 有快速的音群 有這個非常長又長的這個長音 還需要我們合唱團 分了很多的聲部然後唱五伴奏 對上那個音準 之後呢這個樂團進來又不能夠音對不上 每一個環節都是非常需要耗費很大的心力去練習 去揣摩 因為我們有安排很多智體開發的課程 然後就覺得好像認識了另外一個自己 我們一開始其實跳的時候很像殭屍舞 大家都這樣 很像獅數列車那種感覺 但經過舞蹈指導她跟我們講說 這其實是在以前的完工規矩那是 非常重要的這個交際舞 我們在每次排練就是我們更融入在這個角色 更享受的這個舞台 我們的團員呢已經表現得非常好的 我相信我們在舞台上一定能夠 為觀眾帶來最棒的呈現 歡迎大家在12月14號到17號 12月14號到17號 來台中國家歌劇院欣賞馬斯內歌劇 灰姑娘等你囉